用半日游,游你撐政改 再有左派團體會員向本部投訴 屬會提供居馬費,利友會員參加19號 政制向前走大聯盟搞價撐政改遊行 另外,第屬工聯會的海港運輸業總工會 有會員也投訴收到工會短訊 說只要報名參加遊行,就會送他們半日游 投訴人還說,工會已經不是第一次利友他們撐政府 以往7日參加支持政府的活動 可以用30元筍價碳海鮮餐 印刷業商會上星期五也發信給會員 呼籲參加遊行,還要交回調 說明公司的名字和出席人數 有會員就不滿,認為是被迫遊行 針對工聯會屬會全州同鄉會被踢包 以200元的膳食津貼,利友會員和家屬去遊行餐場 主席鄭耀堂還是堅持說吳芝晴 會聯絡屬會了解,這個星期開記者會交代事件